欢迎乡亲收看三个二五号的新中华新闻 我是您好 您好 新闻一开始 我们先来关心到中华关键府 在今年选拟期间 将会推出大手看小手 还是向前行 中华台专强人熟悉公图 他会选出466位台专强人 利用选拟期间 到官来各国中省 基盘为期六星期 主题式课定整个月 和154位核主到官府公报问实施 欢迎订阅台专强人 到中华关键府到处网站来报名 但是又设计会团和街舞 有限章端来检查 又还有外力的表演 为了要让青人朋友 可以欢迎来集合 中华关键府 今年在选拟期间 再度推出中华台专强人 苏季冠特级位 他会计算出466位台专强人 利用选拟期间 教官来到国中省客 翻例为期六星期 主题式课定 和154位核主到官府公报问实施 欢迎有相处的台专先 到中华关键府到处网站报名 大专今年暑假哪里去 可以来参加县政府的公读 我们今年总共开出了620个职缺 那耗资了有3000多万元的一个经费 那最主要是希望我们能够大手牵小手 一起来学习 那这中间有两个部门 一个是教育处 那就是让我们大专生回到地方 针对国中小的孩子 那来做相关的暑期辅导课程 那让他能够教学乡长 能够呢 增加自己的一个这个收入 减轻家里的负担 能够跟家人多一点相处 而且能够认识我们这块土地 那这个名额总共呢 有466个职缺 另外我们清发处 也有我们的公读哦 那总共呢 有154个名额 最主要是来协助各个局处 那公务体系来做相关的一个公读 不管你喜欢哪一种 我们几日起报名哦 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一起来关心这块土地 听见这块土地 这次管府政合成人发展处 为先求加好好的种赢对资源 专业照顾中华成人 并且提供到民传的共同机会 当时也让家长的选择期间 让心中的孩子散够好好 就由这些台专成人的专载的家里借 让小朋友有更多多的发展机会 新中华新闻北边林中华 蔡凤博德